上次他们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喝酒和啤酒,那就是用了一个L,然后在什么东西里面加了什么东西,用了一个VAC 当时我在那个留言里面,华语就要留言了,今天没看到,所以这个A和AVAC有什么不同,我来看一下啊,我说了,我是从网上查的,是不是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你说的对的呀,对的是吧,对吧,AVAC它就是一个戒指, A是一个这个连词,对吧,然后就是A连接的前后两个词,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然后AVAC前面的那个是主要的,然后附带了那个,就是AVAC什么嘛,就是后面的东西加到前面那里去了,大概是,对,在一定的这个语境下面是这样的,好,好,慢点,不客气, OK,那么今天,今天今天,我的朋友们,啊哈,那么我们开始, 我們開始了數字,這是一個數字的數字 今天我們會練習數字的數字 那麼,是有一個人可以試試嗎 除了朱利亚 看你有哪位朋友 今天想试一下 我们今天 就是还是数字 为什么 因为数字总是非常的重要 对吧 然后你像我们要谈到这个 终点 时间 要谈到这个日期 这个你都离不开数字 对吧 然后这个呢 也就是让我们就是 怎么说 就是让这个舌头绕一绕 灵光一点 那么这个 签发口诀表 我们今天复习一下 数字五和六 除了朱利亚 有没有哪位朋友 想试一下 我试一下吧 嗯 好的 我是什么 读五啊 是五还是六 啊 你愿意都可以 那我 我读五吧 好的 那我读六 我试一下啊 好的 星发 老花 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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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y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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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7 8 4,5,4,4,4,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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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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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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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ui, merci. Oui, très bien. 有一点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二十 三十 四十 它的这个后面 它的这个结尾 它是一个轻辅音 不是的 OK So it's 忘 当时我们说忘的时候 二十的时候 这个 其实没有发出来 对不对 它是忘 但是三十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是 不要发成了 它就是一个轻辅音了 就是tank 然后这个四十呢 是kahank OK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数字五 它是sank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 它是en en 我们最常用来 就是用来这个练习 这个这个后鼻音 它这个鼻音呢 它是什么 en en 就有点儿类似 类似咱们那个中文里面 就是那个 有一点儿类似啊 但是就是下来是这个en 就是说你有鼻音了 那么它就是vang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sank 你把这个叫做什么 往下压一压 这种感觉 就是sank ok sank 就sank fua ok sank fua en s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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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a de this sank fua tua kens ok 它还是这个en 这个音很难听的一个en 尤其葵瓜发出来 它就是en 你知道吗 它就是这个en ok s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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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a tua kens sank fua katre vang sank 这个最难的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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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difficile sank fua sank fua 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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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k ok sank fua sis ok sis sank sank 5 x7 35 5 x8 40 5 x9 45 5 x10 是几乎 4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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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x9 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think和那个on 是一样的发音 只不过是这个think是那个鼻音重 和哪一个 你刚才下面不写了一个吗 不是 这个是旁边一个 你不写的NG吗 这个不要混淆了 这个是汉语拼音 这个是汉语拼音 我就是想说 他和这个就是说类似 但是又不完全像 但是呢 他都是 就是嘴是扁的 然后呢 你要发出这个鼻音 就是这个方面是类似的 但是 对 这个是拼音 是拼音 你的意思说他们的音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法语里面这个上面那个是有鼻音的 这个是没有鼻音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法语里面这个en呢 它的这个发音就是和咱们汉语里面这个n是最相最最类似的最接近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鼻音 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记在汉语里面它就不是鼻音对吧 它是n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鼻音 因为我这个音标打不出来 它就是 是 然后你再比方说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20 20 然后你看 这一个和这一个两个的发音是一个一样的 对对 对吧 对它就是 然后它这个地方它没有发音 所以它这个发音是一样的 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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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难读的 对 这个是有点难读 对 有时候读 读读的 读越读越不准的 对 然后这个我上一次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的链接 是一个叫做慢法语 它那个视频就是它读了这个三个或者叫四个这个法语里面的这个鼻音 它里面它就是有一个例句就很好 而且它那个慢法语就是它速度比较慢 当然您要是喜欢快的话 因为你知道那个YouTube上面你的那个语速 也是可以调整的 我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 我觉得那个视频挺好的 好的 很清楚 你上次发的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说它一个男的发的 然后就说它每个字母和另外一个字母相拼怎么念 很好的 对 相当于就是组成一个音节 对 对 对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好的 我听了好多遍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发音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要是说你得找规律真的是没有什么规律 对 因为这个法语它就是一会发音了 它一会不发音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就是你就是多听 然后呢你就是多读就跟在后面读 对 你找到应该以后 慢慢就习惯了 对你就知道了就是加还是不加 发还是不发 对对 是的 好的 这个我们今天就复习一下这个这个陈法可觉 然后这个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练一下 我忘记了 我得问两个问题 OK M&O SQZ PRE Are you ready? OK Combian Fong Zan Foi V Combian Fong 小BLE Combian D НА diesen Hbs Register Combian 松 三十。 這 ي 315 315 是谁啊 很快 你叫我叫你 你叫你 你叫你 你叫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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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315 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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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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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417 41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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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数学就上到这 我们先鼓励一下 你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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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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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give up abandon nab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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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is en tua 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有自信 他这个S要不要连读呀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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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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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可以连读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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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那个 对吧 这个 这个我们还没有介绍过 这个是比较到后面的了 它这个意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代词 它是用来代替一个地点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它是阿雷对吧 是阿雷的这个第二人称的 这个单数的变位 那么这是一个命令式 那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就去那吧 所以就是 go for it 好 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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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得见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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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时间 然后呢 是这个日期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数字这个在嘴里面多转两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是问现在几点中了呢 我们刚刚刚有点喜欢黏读的朋友 去里面 好 你会是 夏天 是 是 夏天 那就是 什么时间是 现在几点中 什么时间是 夏天 你会是 这个地方就是有点绕口 如果如果你不联读的话问题也不大 为了让别人听得更清楚 因为这个联读有点难 因为它本身这个阿虚它是mue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场景对话的 这个最重要的 问时间然后我说现在是几点钟 重点掌握这个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在下面一会儿具体的再具体讲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过一下 就是说一雷一雷图 这个地方又要联读了 那就是三点十分 所以三点十分我们也知道的 你也可以说 这不一样的 这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对 我无聊了 我说是 因为三点十分 对对 为什么这个加在这里呢 然后这个表达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不过呢大家都能明白 就是手表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说我迟到了对吧 I'm late 那么这个他想说的就是我的表在前面 就是快了那么你的表迟到了 你的表就慢了那我们就是举个例子说 比方说我说现在是5点26分 那么我的表快那么我的表已经28了 然后呢你的表慢你的表22 那就说根据就是跟这个标准时间来比 那么我的表快了你的表慢了 然后这个这个呢就是你礼貌一点 问时间问终点对吧 你来这个 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这个时间呢 那就是说您能告诉我现在几点钟吗 这个表达就是非常礼貌非常正式了对吧 一般我们要说一般我们要说对吧现在几点了 对吧那么你要是如果是在外面 那你要问时间 那么别人的回答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下面一句它说是什么 是我不知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钟 那就是说 I don't know what time is it I don't know what time is it Je ne sais pas OK这个 c 它是这个 savoir 是 savoir的变位 Je ne sais pas 对吧 我们又来了 ne pas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否定 动词下的中间 就是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quoi quelle heure il est OK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钟 老师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说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je ne sais pas il est quelle heure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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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问一下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il est quelle heure I don't know what time is it I don't know it's what time 我不知道 我只是问问 Not really 您说英语吗 我说英语 OK 那您看一下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time is it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is I don't know it is what ti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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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t it Is that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strange I couldn't explain But just the feeling You know If you speak English It's a little bit weird Weird Yeah You see I don't know it is what time Is it Yeah It's not correct Is it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is It is Got it OK Merci Thank you 因为学到后面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那个语感 在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然后突然 哎呀我想不起来 这个哎 有个什么语法根据吗 还是说是因为什么 就真的想不起来 嗯 谢谢您 那这个是说 哎 每天这个是一个routine 这个我们以后面要讲的 对 那就是每天这个routine 对吧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几点几点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先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说每天我六点起床 那么就是toules 这个也是我们要用一节可以要重点讲 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My love 这个我们就想起来一个什么 那么就是我叫什么 我叫自己什么 那么我六点起床 是我自己起床了 所以这个发言里面 它有一个自慢动词 这么一个有趣的东西 那么你就说 你不会直接说 那你要来个 每天我都是六点起床 你也可以说 那就不是这个自慢动词 你说 我每天八点钟去上班 OK 然后这个地方 他说会议八点半开始 我们说八点半 那么就是这个整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那么就是witter和lover和sanker 那么它的半点 那么这个表达说是八点半 这表示这个时间的 这个半点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说 OK 就是一半 因为不是说 你要是说 我吃半个面包 那个时候 你一般会用moitier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你表示终点的 这个一半 小时的一半 那么我们是用demi 那么就是 la réunion 和réunion OK la réunion commence a bitter et demi 那么会议八点半开始 la réunion commence a bitter et demi OK 他说 请您明天早上九点 过来 行吗 可以吗 pouvez vous 这个我们已经分手了 对吧 pouvez vous pouvez vous pouvez vous me passer le stylo can you pass me that pain pouvez vous 那就是一个 礼貌的请求 就是 你能不能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翻译 请您 对吧 你能不能 那么请您 être là OK be there être là demain matin OK demain 是明天 matin 是morning 早晨 à neuf 当我们说 几点几点的时候 我们用的都是这个 a OK à vitt dankin dankin c'est avec accent avec accent grave OK 那么就是 at 就是 at 9 o'clock at 那就是 a 那么这个 就说 danko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danko OK 这个 这个对话 很简单 对吧 就是你就 记住 问时间 然后回答就是 然后呢 你可以在外面 问时间 比较礼貌的时候 你说 如果我不知道 那 这个地方 为什么 列了一个表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在说这个 几点几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和我们的习惯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你可以说 差几分 你也可以说是 过几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看一下 这个 那么就是有个12点 那么这个12点 那就是要看是什么时间 那么它可能是 medie 也可能是 minu minu OK 就是可能是这个 你就是中午12点的话 你一般情况下 你不会说 aduzer 如果是白天 你会说 amidi 如果是晚上 你就会说 这是半夜 对吧 amini OK amini 那么还有第二点 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说 几点钟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过了整点以后的 这个分钟 你可以加一个 a OK 比方说3点05分 你说 il est 3 h et 5 你就不用说 这个minute 你不用把这个 分钟加过来 你就说3点05分 那么这个a 那就好比是0 就是还要加上一个 再来一点 那么呢 你也可以不加 你也可以直接说 twice 大家都能明白 那就三个小时 再来5 那就还有一个5分钟 那就是twice和this 你也可以说twice和this 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个注意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时间是 出不来 OK 那么当这个时间是什么 是15 其实这个就是在 英语和其他的语言里面 你也有这个 有这个类似的表达 那就说15 30 45 那么这个15 它就是什么 kak 那么kak就是 就是四分之一 这么一块 那么在时间里面说的时候 你说twice和et kak 那就是三点15 当然你要是愿意 你非得说 就是15 kak 那也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说 别人突然说了一个 不是kak 突然说了一个kak 你就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30的时候 当然了 我就喜欢说数字 taunt 那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一般的这种 就是说比较这个 怎么说 也不叫正常不正常了 那就是比较 比较这个一点的 这种说法 那就什么呢 demi 对吧 demi 那就是指一半 这个地方是指四分之一 就一个圆 你画一个十字 这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15 那么一半了 demi 所以它就是30 当然你也可以说30 那么还有就是 这里没有说出来 kak ok k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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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45 那么也可以说是 trak 那么就是3 那么就 也可以用数学的角度来讲 3乘15 它就是45 对吧 它这里没有说 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那么就是这个时间表达里面 是什么呢 就是你也可以用一个倒过来的方法 就不是多出来了 而是要少过去 你就比方说 3点35 你完全可以说 trak k ok 3点35分 但是呢 你也可以用一个减法 那它减法就变成什么了呢 它就变成了 k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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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其实用4点 减去25 所以它是3点35 像Nicole就可以这么说 因为它的数学特别好嘛 它就是可以减一下 ok 你可以说 3点50 你说 4点 跟我们的习惯也一样 4点差10分 对吧 你可以说3点50 3点50 那么就是3 再过了50分钟 那你也可以倒过来说 4点差10分 那么就是 kater mois mois this ok 这个就是 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间的时候 如果是12点 就是这个整点的12点 如果是白天 我们说medie 如果是晚上半夜 我们说medie 第二点 那么就是 在这个不是整点 就是过了多少分钟的时候 你可以加a 也可以不加a 都是正确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那么这个15 30 它会用一个特殊的单词来表达 当然如果您愿意呢 也可以就是 纯粹的全部都是用这个数字来表达 那么第4点呢 就是说 在过了多少 就是 尤其是在过完了30以后 就是那就是一大半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用加法 也可以用减法的方法 来表示是几点钟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5点 就在下面的这个图片上面 那就是尤其在法语 变小一点点 那么法语的这个习惯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用这个24小时制 那么24小时制的话呢 那么就是你比方说 当这个指针指在这个1的时候 那么可能是1点 但是呢 也可能是下午 对吧 如果是下午的1点 那么在法语里面 它的习惯表达呢 它会说 我们一般 我们会说加一个下午 对吧 上午8点 下午4点 那么大家都清楚 但是法语里面的习惯呢 它会用24小时制 那么所以你看你 我们会说 这是正确的 大家也能明白 但是呢 一般法语里面 它的习惯呢 它会说 他会用24小时制 就是这一个 说一下 所以在这个图片上面 这个数字都有了 大家正好 大家正好也可以 这个顺便复习一下 这个数字 就是你注意看一下 这么从11开始 它这个后面 都是这个 OK OK 然后是11 12 12 12 4 啊 pardon OK 11 12 13 14 15 OK 16 那么16以后 它就变成了10加7 OK disset dissuit dissner 然后一直到 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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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on 这个1 数字1 它有阴阳性之分 可能是on 也可能是云 那么这个 er 它是一个阴性名词 所以呢 不是vang vang OK 它是vang 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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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21点 也就是晚上的9点 然后呢 你就是到了22 那么就是vang du OK 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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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 然后呢 我们就没有vang k 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minu OK minu 好的 这个关于这个时间的表达 我们就讲这么多 这个大家记得再看一下啊 这个比方说是加a 还是不加a 是加法 还是减法 那么15 30 然后这里呢 就是24小时制 那么就是不说是 matin 上午还是下午 那么matin 上午 après mid 下午 swa 就是傍晚 一般情况下就是下午6点以后 它就是 就是叫swa 那么在法语当中的表达习惯 它是用24小时制 所以就会出现11点 13点 21点 那么到了24点 就不要说24点了 就是minu OK 它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je vais à l'école at 8h du matin 那么就是我 每天早上八点去学校 然后呢 说 je hantre du travail at 7h du soir 就是我晚上9点才下班 这个就是关于时间的表达 那么最常用的这个问时间就是 qu'est leur est-il OK qu'est leur est-il 然后回答就是 i le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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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较礼貌的 问表达 就是问时间 就是excuse moi OK pouvez-vous me dire 这个是关于时间的表达 然后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个是关于日期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学过 对吧 就是每个星期 那么他的这个 最常用的我们也是在这里 那么就是问题 那么就是问今天 今天几号 对吧 那么是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OK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aujourd'hui c'est le 这个 le不要忘记了 我们尤其在说这个年月日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日的前面 你要加一个定关词 le OK c'est le cise aville du mi du 那么他的这个表达的顺励 就是le 定关词后面呢 加的是 就是几号 就是日 然后是月 然后是年 那么如果问星期几的话 他的问法就是 que jour OK que jour 和somme nous aujourd'hui 这个我们还记得的吧 以前我们看到过 很很奇怪的表达 他就是用的somme nous 那就是我们今天 是哪一天 那就是今天星期几 那么aujourd'hui nous sommes 三天 那么今天是星期六 那么最常用 那个可以问呢 que jour est la que jour 和 est la 我好像没有这么用过 就是我就是其他地方 我也看到是somme 没有用actu 没有对吧 所以我就说 我看了你的 又看别的也有 一样 好像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就没用过 就不懂 是不是可以 变 我觉得好像应该可以 对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 就是要照词 词吧 我一会帮你找个老师 问一下 谢谢 谢谢 那吧 我 有一个小小学 在家 所以 是 可以说 是 是 那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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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 是 应该可以这么说 因为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过 你说 que jure est-il, il est vendredi, c'est ça? 我们家小老师说可以 那我觉得应该可以 他们葵瓜这边有这种用法 刚才问的那个是谁,水冰吗? 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是哪一位 是水冰大姐吗? 我 是 是 六大姐 好的,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 这边我们家小老师学的是葵瓜法语 他说可以的 他们也这么说 他说 que jure est-il, il est vendredi 可以 不客气 ok que jure sommes-nous 我通常的用法是 que jure sommes-nous aujourd'hui ok, aujourd'hui nous sommes samedi 如果您用 que jure est-il 最起码可语当中应该是可以的 这边的人他是这么用的 你可以说 il est samedi 当我们问几号的时候呢 那就是 quelle est la date quelle est la date d'aujourd'hui aujourd'hui c'est le 不要忘记了 c'est le ok, le c'est au p'en d'un de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 问几号 问星期几 然后这里是说 我是什么时候 我的生日 其实就是我的生日 do b,对吧 但他说什么 jure n'ai ok 那么 jure n'ai le 你看 所以就是不要忘了 le le avant après 1981 然后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还是不是我的生日 那么这个生日 我们应该是 anniversaire 那么 aujourd'hui ce n'est pas mon pardon l'iaison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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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ersaire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也可以不能读 ce n'est pas mon anniversaire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或者说 aujourd'hui 今天是我的生日 aujourd'hui c'est mon anniversaire 今天是我的生日 在这里 这个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的 就是 用了 就是他是用这个动词 tom bay 这个tom 这个单词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上一节 有没有看到他一眼 是在讲什么的时候 看到他了 摔跤啊 还是吗 在什么 是不是落下来 摔倒 堵 那么这个tom bay 我们 是为什么 为什么看到他的 在那个跌下来 跌倒 这个意思是吧 是从出生到死亡的 然后差不多死亡的 我不知道上节课 我今天有第一次来 当地 没事 对了 刚才那个总结的很精辟 从出生到死亡的那个 上一节课因为我们 我们听到了一个 对吧 那么14个动词 它是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tom bay 虽然它是叫摔下来 但是呢 你看 在这个表达里面 那也就是说 就是刚好它就跌到了那一天 那么今年的这个比方说 这个春节 它是 La fête du printemps OK Printemps 它是tombe 它就是这一天 刚好就落在了那一天 春节刚好就落在了 2月10号上面 所以它用的是tombe OK tombe le 10 février 那么今年的春节刚好 就落在了2月10号上面 那么这一个 虽然日期其实就是 其实是主要的它这个 我们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 疑问词 那么作为这个提问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地点 就是什么地方 那么 我们上次解释过 那么我们只要是这一天 是过去了 那么就是说你是上个周六 那么你是 那么现在是12月份 那么我只要是说 12月份以前的 那么这个从11月开始 那么我们都是 ok 千万不要以为 他说的是去年11月 去年的10月 是说的今年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所以在后面加了 如果您想说的是 去年的9月份 那就是 OK 那么这个我们上周六 那么今天 今天只要是星期天 或者是以后的日子 那么这是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当时一个月份的时候 你就注意 他说的不是去年 而是说的今年 因为这个11月 10月9月8月 都已经过去了 OK 然后这里 那么下周 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个 samsi不是阳性的吗 应该代替你 samsi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我这次有点 时间上 时间上有点赶 所以我就没太注意 这个 这个细节 那么 samsi dernie oui sissa OK merci sacki 谢谢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 这里有一个错误 OK 那么是 samsi samsi 它是 masculine 它是一个阳性的 OK so ou est vous samsi dernie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dernie 它是阳性的 不要用阴性 这个我们讲叙述词的时候 讲到过 就是第一 和最后一个 它是有阴阳性的 那么其他的叙述词 是没有阴阳性的 那么第一就是 premier premier 最后一个 那就是 dernie dernie OK 这两个它是有阴阳性的 这个地方我更改了一下 是samsi dernie 然后下一个 我们说到下一周 那么就是 la semaine prochaine OK la semaine prochaine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这个简单将来诗 u yi hay u zi hay OK 可以连读 u zi hay a shanghai nest ba 我们说了这个上海 以前它是这个 在i上面加两个点 如果它加了两个点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a和i 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音节了 那么上海发出来的音 是shangai shangai OK 这个i 是要单独发音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就是说都只写一点了 那么因为是 咱们这个汉语批音 它就是这个写法 所以你直接就 shanghai 就可以了 那么 u zi hay shanghai nest ba nest ba 就是 是吗 isn't it is it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附加的这个 一文词 那么就是 是吗 对的吧 是这样的吧 就这个意思 ok la seman sanghai sanghai nest ba 那么下周 你会去上海 是吗 那么我们这里讲的 都是这个 叫做什么 就是日期的话 那么就是 讲的是星期 星期几 今天 或者是 没有昨天了 那么就是 上一个星期六 这个星期六 下一个星期 上一个星期 那么最后一句 就是 je ne sais pas ok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la date exact 那么就是 exact 那么就是 精确的 准确的 那么我不知道 具体是哪一天 我不知道 准确的日期 je ne sais pas la date exact exact 然后这里就是 放了就是 大家就是 看得清楚一点 那么就是说 每一 这个星期的 每一天 那么你就是 lundi mardi 这个我们 之前就是 这个学过 那么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就是他这个 它其实是发音的 但是呢 就是说很轻 不像这个地方 这么明显 不像第二个 喝这么明显 但是呢 它是发的 因为如果你不发的话 你就会变成 me he zi 对吧 但实际上它是 me 你就会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小停顿在里面 me me hezi ok me hezi jeudi octobre 日期 我们就是 问几号 和星期几的时候 它的问法 就是说 就是可以说 是问法不一样 因为你是 这个地方 问几号的时候 是 la date ok gele la date do jordui 那么又是 se 那么这个回答 就是se 那么问星期几的时候 我们说 ge jour s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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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 au jordui 或者呢 你说 ke jour 就像我们说 gele la date 问几点钟的 问法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回答 如果你问的是 somme nous 那么你就回答 nous somme samedi 如果是 ge jour edil 那么就是 i le somme 就和这个 问时间的 句型 是一样的了 gele la date i le quatre 那么说 时间的时候 就是大家 去注意一下 十二点的时候 白天 你说midih 那么晚上 你就说midih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加e 和不加e 它都是正确的 你也可以用 加法的方法 来表达时间 也可以 就过完了 三十以后 过完了一大半以后 你也可以用 减法的方法 来表达这个 时间 那么在法语当中呢 通常的习惯 是用二十四小时指 那么你就可以 从一到二十四 都可以练习一下 这个数字的表达 这个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OK Donc 是 今天 有一个发音 麻烦你读一下 六月份 六月份 六月 有难读 怎么读 OK 我听 特别的想读 然后你就发现 我 怎么觉得这么奥 它转了弯 所以这个 它是 然后这个 en en 它的发音是什么来着 en 喜欢喝酒的朋友 wine wine OK 对不对 对不对了 wine 那个 e 没有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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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嘴不能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en 嘴是扁的 然后你把这个音 往下压 wine 大家记得 wine 你就是说wine 那么这个是 u 那么 wine wine 然后呢 前面又加了一个 g 那么就是 前面又加了一个 z 就是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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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老师 你越来越习惯了 我不知道 我来发一下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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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起来一下 你要是这样就是几个这样连着读 你就更容易发音一点 老师八月是不是可以读out也可以读out 8月可以读out是不是 你怎么读 8月是out 我以前读过out 我以前听谁也读过out 所以我就觉得很疑惑 一般t放之后不是 可读可不读 所以可读可不读 大部分的情况下 就是我听到的 它都是它的不发那个音 好 如果你发出来也可以 但是这个a肯定是没有的 out out we 它就是 就是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o和u 它上面虽然是一个 就是avec le chapeau 对吧 但是它就是o和u 它是一个组合 它的发音是 就和这个 就和这个的发音 它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上面的 上面的这个中音同号 不一样 它就是u ok 那么这个前面的a 它是不发音的 所以它就是u 你也可以说 OK OK 他说唯一语 G-A就是G-A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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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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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這個就是這個八對吧? 八是什麼? 八是V 它就不是一個U 為什麼呢?因為U和E 在一起以後 它出來的音就是有點像這個V OK 那麼這個地方你 U U E U U L 以前我們也發過一個這個鏈接的文章 那麼這個LL 它是Double L的時候 那麼在它這個發音是什麼? 那麼比方在這個就是Julier Ju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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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秋、明、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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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er Mars,Avril,Mais,Jun,Junier Mars,Junier,Mars,Junier Octobre,Novembre,Dexample Octobre,Novembre,Dexample Dexample 我觉得还是念起来读比较容易找感觉 听着一个读两面以后就真的是找不到那个 Ju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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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ri Mars Mars Avril Mai J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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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拉加热的 сот に 叶子 这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它是那个就是给小孩那个的 所以它的那个发音应该比较那个 应该比较清楚一些 大家可以再听一下标准发音 万一被我带歪了 OK 除了这个的发音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个老师我有一个就是 那个简法的简 它就是把第三个字幕连起来了 不是像第四个 而是说Muang Muang 你是说什么 怎么捡起来加起来 就这里吗 就说不对 在上面 上面你不是有Muang 这里也开始说 对这里 说这个O和E 就发成Muang Muang 就说Muang 不是说E和M发成O 不对了 就是Muang M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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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不是像发成 Muang Muang 我解释Р 但是再从Puang Muang Muang D returns Muang Muang 所以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它这个O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节 那也就是说 这个我不确定了 是不是OEN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三个在一块连成一个音节了 因为大家还记得 在一起就是Wa 我们这个是Mua 那么这个OE它是Wa 然后呢我们又到了这个EN 我们说它是EN 所以这里 这个我查一下 因为我一直这么发 我就没有细究过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 哪位朋友知道的也可以赶紧说 我查了字典 就5万 5万 就是说它这个O O发音的呀 对O发音的 是不是OE 它是W的Mua 我查字典了 Mua Mua 但是就是你不能解释 Mua 发音我都是这么发 Mua Mua 那么就是说 你把这个 这个Wa的音也发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N的音也发出来了 那么Julia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 作为一个N 那么这个O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OE N三个在一起 做一个音节发出来的音 没有 没有两个 两个音节 这边有三个 M是一个M 然后O呢是M它是这个 然后EN呢是N Mua Mua 对它是三个连在一块儿读的 那为什么O 就变成了Wa了呢 两个原因啊 要分开 Mua 它不是一个音节 对 分开来的 Mua 它是怎么哭的 Mua Mua ING Mua G fordi Mua 跟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前面也连了一下 跟后面又连了一下是不是 这个应该跟英语翻译差不多吧 反正就他写在这边就是 就是 音标 因为音标我打不出来 它是 音标我已经在看音标了 然后这个 那 你想啊 你如果是 n 它的发音应该是 e和n的组合才会发出那个n 对吧 对对 那么这个o e 组合起来它才会发出这个 哇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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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前面呢跟后面不连的 不就是m发嗯呜 哦发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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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发N 为什么今天里面 都是字的 我查字的大字的小都查过了 我搞不懂 没有什么 就这三个嘛 它那个1的话 是跟着后面那个走的嘛 1跟N才去发N 怎么又走进去了呢 哇又走进去了 搞不懂了 好的 反正这个E N是肯定走在一起的 所以它才会发出这个N 这个音出来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N肯定是在一起的 1 OK 聊天里我把音标贴上去了 哦 好的 我看不到 大家可以看到吗 右边 我在 我在这个 聊天里 点击一下 对 对 对 就在聊天那边 它写的是 大家去聊天那边看一下 M W I 你把有解释吗 那你就是EN 它肯定是那个N 对啊 然后那个 那个 W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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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O的音很奇怪 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音标 对 我客户再查一下 是不是它是有这么一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这个OEN 就是这个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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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前面也要拼后面也要拼的 是吧 E 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 但是OEN 是这样的 就是OEN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音 你要能够发出这个OEN 又能发出这个OEN 那么就是它跟前面组合了一次 对 老师 W是读OEN 对吧 W是读OEN W 哪有W呢 不是 我说英文 我说了中文的 就是英文的 有点像英文的吗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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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发音是Wa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法语里面它是什么组合呢 它是OEN 是吧 它的OEN 它才发出这个Wa的音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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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觉得 好像 就是说如果没有NS 那么就发成Mua 就是Wu 发的 然后 后面是R 但是现在呢 我看那个它的发音 好像 后面有了NS 它就变成 后面不是R了 Wa 但是它是W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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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第一个是Mu 第二个是Wu 就是他们说的W 然后第三个音就是Wa 在这个 在这个 叫做什么 发语当中这个 这个字母O 它什么时候会发出Wu的音呢 没有 只有O 和Yu 是一个字母组合的时候 它才会发出Wu的音 Wu comprenez 明白吗 所以你如果只是一个O的话 它不会发出Wu的音出来的 因为M 发不出Wu的音 O 发不出Wu的音 只有OE 这个组合才有可能 OK DONK 这个我客客再查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OEN 这么一个组合 这么一个音节的存在 哦 对 从来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就一直注意这个发音 嗯 所以就是没有Julia 我这一天就觉得不完整 Julia不提问题 你说的很好的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 如果如果莉娃没有说Wi 然后Julia没有说 我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就不就就就不对 就不正常 我就觉得乖乖的 那我我我我找了个 叫什么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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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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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它就是读了两遍那个 听写哦 这个Yu 这个一个Hag 就是读了两次的我看 啊 Yu Yu A I Yu Yu E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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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为什么呢 你知道这个一个hack 在这个单词当中 它和O在一起的时候 就等同于OE这个组合 就是OE这个音节 对吧 所以它才能发出这个Wa的音出来 那么Wa 那么这个hack又跟后面连起来了 对吧 就是组合了两次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这个E实际上 就是跟前面组了一次 跟后面也组了一次 我又打出来了 我打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E是 这个来的吗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这个课后 如果就是大家有这个 这个其他的这个资源 或者是看到了那个什么的话 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在群里面可以留个言 说不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什么什么 或者说是这样子的 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老师 不客气 我就 stop sharing 那么这个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